上次1.5亿那个料子不是擦涨了吗 我们让老缅拿去市场叭 已经有人给到1.55亿了 听我们几个人研究之后 不划算卖还是自己切吧 走现在先出发去市场 脚温市场离我们很近啊 大概就有骑两三分钟车就到了 摩托车扔给他们 他们会处理 杀进市场啊 抬老缅 走 每天都要花2500免币买门票啊 不行下次我打扮成老缅了 哇你吓到我了 又要开始一天的收获了 那个矿主家是儿子又来的 这料子好眼熟啊 裂特别多 几乎粉碎性骨折啊 好像上次在他家里面看过这块料啊 当时给了1000万免币 给他老爸1000万免币啊 他说差太远了 这料虽然裂多 但是肉质达到界面级别 能去很多雪花棉挂件 和很多的墨催界面 问问傻儿子现在有多少钱 多少 税底多少吗 5000分析 1500我们差不多 1500万差不多的 小费你要多少 5200 5000 100万吗 加你100万小费 我可以留冲击 不行啊 算了 不要了 这料最后还是以2000万免币的价格风险 如果拿下肯定炒纸 这料子切得好牛啊 一般来说墨西沙这种脱纱表现 里面容易棉大 但是这料切开非常漂亮 非常干净 肉质很好很好 刚为十足底子冰透 我已经加到2000万免币了 他还是不疯了 让你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2000万的不疯 让他走吧 拜拜 烦死了 除了那个2000万 还是有点小料子 回家把那个1.5G料子切开 明天更新 给大家看 非常烦 特别